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寶德怪 寶德怪 好了 突然好討厭兩隻老虎 嗨 大家好 我是楊潔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邀請了四位嘉賓 那我們現在來一一的介紹他們 第一位是我們非常帥氣的 四杰錄音師 嗨 大家好 第二位是有才華 又很胖的哥哥 他不爽 他完全不爽 哈哈哈哈 雖然非常嚴厲 但是也很可愛的小憶傑 耶 第四位非常會 完蛋了 好想知道哦 很愛吃美食的小憶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遊戲規則 這次的遊戲規則是 我將以兩隻老虎這首兒歌表現出十種題目 題目包含有情緒 人物一種表演的方式 YouTuber 猜對題者呢 必須將正確答案寫在紙上 答對的話才可以得一分哦 可能這樣講可能還不太懂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試玩題 好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隻沒有眼睛 一隻沒有嘴巴 真奇怪 好 請大家把答案寫在紙上 好難哦 哈哈哈 我把你問號耶 天啊 怎麼辦 我剛剛聽到三秒之後 我後面全部放空 哈哈哈 情緒而已嗎 有職業嗎 哈哈哈 我以為要看你的 那我現在要公佈答案囉 一天都沒有很快樂 快樂嗎 我覺得很快樂 沒有 我寫喜 但他沒有愛 可愛版 可愛版 下一米是可愛版 情緒啊 哦 情緒 所以怎樣才算贏 猜對才算贏 這我們這樣子都沒分 對啊 可以被分 我是鞋的沒錯 欸 我怎麼 你有這麼強嗎 那你最厲害了吧 只老虎 兩 等一下 我為什麼可以自己笑 我覺得我有點爛啊 兩隻老虎 兩 兩隻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沒有眼睛 一直沒有嘴巴 真奇怪 欸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想問 前面跟後面情緒不一樣欸 你知道嗎 你中間在發生什麼事情 你那個心情轉折 你後面是開心欸 我不懂欸 那我還在唱一首 一直沒有嘴巴 真奇怪 好了 等一下還沒寫完 我的答案是 疑惑 我是怒 我是嫌怒啦 是嫌怒啦 但是你就很不怒啊 你是想要生氣是不是這樣 我想要生氣啊 我就覺得 我剛剛以為是在唱金歌 不管怎樣有分數了 等一下有分數了 天啊 三個都有的你們啊 天啊 我覺得這是陰謀 我要出下一題囉 一樣是情緒 好沉重喔 我已經猜到答案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等我啊 哈哈哈哈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我已經猜到答案了 剛才對不對 哇 哇你進階了 哈哈哈 這題答案是 什麼 杯 差不多啦 可以啦 阿也可以啊 阿可以吧 下一個是 猜年齡的人物這樣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沒有眼睛 一直沒有嘴巴 我答案是快去世的老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選五歲女孩 小孩 小孩 小女孩 差不多意思 是不是女孩贏 沒有寫性別的都是中性 沒有 一到十二歲都叫小孩 對 答案是小孩 OK 下一個樣樣 兩隻老虎 跑得快 一直沒有眼睛 一直沒有嘴巴 我答案是快去世的老人 哈哈哈哈 我是老人 我也是老人 老人 好人 啊哈哈哈 好了 我東西 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骞神啊 你在幹什麼啦 答案公布答案 陰幼童 陰幼童 你出聲 你出生 好好 逛逛逛 我不相信這個年齡會唱這麼好 我覺得大家都好要來亂唱 下一個很難喔 下一個方向是什麼 下一個方向是 表演方式 蛤? 表演方式 表演方式 對 接受演戲的狀態 是 你怎麼都知道 你怎麼都從我演 演戲的方式不就是表演方式嗎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一直沒有耳朵一直沒有尾巴 真奇怪真奇怪 蛤? 突然好討厭兩隻老虎 有一些特徵嗎 兩隻老虎跑得快跑 喔~~ 哈哈哈哈 我就兩隻老虎 我就男的啦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但是你不會 對我不會 你心動什麼 知道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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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在查喔 沒有我在查字喔 蛤? 我寫饒舌歌手 Rap 我也是 對沒錯 其實因為沒有別人厲害了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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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剛剛去醜頭表演一遍 我覺得這個比較棒 直接唱就好了嗎 對阿 然後翻翻 要儀式感 它是一個情緒 只是一個情緒沒有職業 就猜情緒就好 兩只老虎 從新 往哪 我覺得有賣光前面好怪喔 兩只老虎 兩只老虎 跑 的快 跑的快 喔 我覺得好難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猜到什麼情緒嗎 橘上 橘上 差不多 剛剛都猜得到 其他人有猜到嗎 我猜一杯一張 欸 那也是有中啊 我沒猜到 這是試玩嗎 試玩啊 OK 你剛剛有得分嗎 你剛剛不是試玩 他剛剛沒有得分 他剛剛沒有得分 龍心 這一題是名詞 也是在行為一個橘子 天生的橘子 哪隻老虎哪隻老虎 不得怪 不得怪 一對沒有二朵 一對沒有一把 等幾乖 等幾乖 你們剛剛都這樣看我 是嗎 哈哈哈哈 大舌頭 不是 欸 你們要寫下來 怎麼可以給我找到 哈哈哈哈 行為 猜到 都猜到 你看 猜不到吧 怎麼可能 這也太難了吧 你以為這麼簡單喔 答案是製造 都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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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寫了一個 他根本不像啊 他只像大舌頭 好嗎 我覺得應該要扣一分 你不能 還要兩題 還要兩次機會 還要兩次機會 還要兩次機會啊 這麼多喔 這一題呢 請你們猜出他的職業是什麼 來一個送分題 不然我怕你們等一下心情不好 好 準備 我Cue自己耶 天啊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快 外面先不要笑 對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沒有耳朵 一直沒有尾巴 真奇怪 好 請寫下你們的答案 沒有 這太不明顯了 我是覺得還蠻明顯 是嗎 猜這個 不是 你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正客 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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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可以吧 沒有 有些正客也不是這樣子的啊 警察有些也是很洪亮的聲音啊 好 那我們這題試驗 不再悶 不再悶 那不然我們要玩一個遊戲好了 你等一下就不要玩 你告訴我一個職業 然後我去唱 我們去外面講 不要偷聽喔 搭配演音唱 他就來了 好 可以 超級簡單 等我表現出來 你有沒有知道什麼叫最難 這種唱的其實挺難的 這一個呢我們是拆一個職業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一直沒有耳朵 一直沒有尾巴 真奇怪 好 夠了 答案很直接啊 我跟妳講 動作 電梯小姐 服務員 我哪裡要聽聽什麼都寫 服務員啊 好 沒錯 沒錯 妳有猜到嗎 服務員嗎 沒有動作會猜不到 對 動作就猜不到 可是妳有沒有寫下來啊 妳是不是鬼想亂我輸啊 我剛剛沒有寫不算分 我們再跟你在指標的時間 沒有寫就是沒有 哇妳就是想害我輸欸 那還有嗎 沒了嗎 還有一題啊 我看一下我有機會翻版吧 沒有 那玩屁啊 懲罰是什麼 現場贏家出題啊 還要我出 不是說很簡單嗎 很簡單喔 怎麼聽起來這麼難 下筆的時候注意一下 真的下筆 他們現在有夠尷尬了 你看現在有什麼差別嗎 眼睛 眼睛啊 一個兵 這個吧 這個感覺比較大 我覺得這個心態比較好 不要負責一下 好像死了 咔咔 咔咔 我可以再選一個 好像再來挑 不行 可能放棄這個 或是再選一個 我想要放棄這個 是不是妳選 我是誰 現在在訪運動 要去哪 現在去運動 這合力嗎 接下來有握腿 這樣可以嗎 你要唱歌 你要唱歌 對啊 那我也是這樣 我起床好了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還坐下去不錯 好得快 好得快 一直沒有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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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讓我胖 我還是坐得起來 他覺得他唱得很好 對 他在家有示範給我看 有嗎 有他生氣的那個 他不覺得很簡單 那種是 在家裡 我快點